大家好,我是老猫 今天咱们来做一顿豆角焖面 买的是酒叶面 加上一些油 抓拌均匀 面条上锅蒸上8分钟 拌了油可以防粘 蒸上8分钟之后 焖出来的面会更筋道 五花肉洗净切片 做豆角焖面 就是得用五花肉吃着才香 豆角用手掰成小段 面条蒸好出锅备用 热锅凉油 五花肉下锅 煸炒出油脂吃着不腻 下葱姜干辣椒八角 一起煸炒 已经是香气四溢了 下豆角 没有老抽了 多加点生抽 上色提鲜 加开水 盐13香 蚝油 加盖焖一会儿 把汤舀出来 舀一半留一半 把面铺上来 开始焖面 听着汤汁快要熟干了 另外一半汤倒进来 继续熟干 听着汤汁也快干了 淋上锅边醋 放上蒜末 搅拌均匀 闻着好香呀 豆角焖面做好了 开店 先来一口肉 太香了 豆角 豆角的香气 软软的很入味 来一口面 面条很入味 很劲道很弹 我刚才调了一些油薄辣子 更香了 这个豆角焖面面是真的绝啊 肉香油香 五花肉 五花肉这样一炒 香而不腻啊 不同于咱们平时吃的拌面 这个面 这个面是干香 很入味 恰到好处 跟卤面也不同 就是比较干 比较油 肉也更多 像一片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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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